十篇第五十篇 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说话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呼唤大地 神从全美的西安已经彰显荣光 我们的神来临绝不坚默无声 在他面前有火燃烧 在他四周有暴风刮起 他向天上向地下呼唤 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说 你们把我的圣民聚集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宣扬他的公义 因为神自己就是审判者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听 我要说话 以色列啊 我要控诉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烦祭常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 也不从你羊圈中取公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柏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 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 如果我饿了 我也不用对你说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肉吗 要喝公山羊的血吗 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在患难的日子 你呼求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必尊敬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么敢述说我的律例 你的口怎么敢提到我的约呢 至于你 你憎恨管教 并且把我的话丢在背后 你看见盗贼的时候 就乐于和他在一起 你又与形影的人有份 你使你的口乱说坏话 使你的舌头编造谎言 你经常毁谤你的兄弟 污蔑你母亲的儿子 你做了这些事 我默不作声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要当面指控你 忘记神的人啊 你们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没有人能大救 凡是以感谢违纪献上的 就是尊敬我 那预备道路的 我必使他得见神的救恩